叫一个穆斯林去抄佛教语录真的是天大的惩罚 在新北市呢有一名信奉伊斯兰教的女华侨 先前因为冒用个资去帮她的前男友办理手机停话 因此被告 那么因此她没有告诉检察官她自己的宗教信仰 再加上呢前男友的家人要求 她必须要罚抄禁私语里面374句的语录 总共250遍才能够获得还起诉 由于这个期限到明年2月为止 那么女华侨目前支写了20遍 她说这项折磨真的是太折磨人了 用这种方式要慢慢折磨 对啊 250遍 对啊250遍 明明就在接受采访 手却不停的抄写着禁私语 因为利用前男友表妹的个字 去帮前男友办理手机停话 让先锋伊斯兰教的缅甸籍华侨杨小姐持上官司 明年2月份前得完成250遍 总共10万字的禁私语 回教的东西 我其实真的无形的压力 已经是那个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杨小姐说 日前前男友用表妹的个字 去申办第二支手机 担心乱花钱 她才梦用前男友表妹的资料 去办理停话 没想到对方却告她未造文书 最后她还得道歉 写毁过书窃结书 并且抄写374句的禁私语 250遍才能还起诉 我操到整个人跟腰手都是整个 已经是快对啊 麻麻痹了 杨小姐早也写完也写 一张A3大小的纸被写的秘密妈妈 从11月到现在只写了20遍 完成不到十分之一 因为她还有一个两岁大的小孩要养 现在她很担心 要是真的写不完 影响了还起诉 小孩要交给谁来照顾